您現在收看的是總幹事TV 高檔紅酒 American Express 特地請訪送來給我的 因為我其實受寵若驚耶 講實在的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個訊息 我接到一個電話 他就說 欸 徐先生你好齁 我這裡是 American Express 特殊就是一個小組這樣 他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報告就是 想要去跟你做個拜訪 我心想說奇怪 為什麼要拜訪我 我又沒有欠錢 我錢都沒有還啊 我想要拜訪我 他說 喔 我們有準備一項禮物 我想說 因為我剛好五月出生日 會不會是因為要送生日禮物 欸 可是也不是啊 因為往年AE他送生日禮物都是用寄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隆重這樣 然後還發了簡訊 就跟我約了一個時間 然後我覺得很隆重 通常要拜訪我的我都會拒絕 我大概有猜到 猜到說這是一個黑卡的邀請的一個程度 真的假這樣你就猜到 Oh my god Jesus 欸 不是他邀請你就可以拿黑卡欸 那是什麼意思 你還沒有通過這個試煉喔 對 他現在提名是全亞洲一起 做他們去評比你符合還給你 那因為我用AE卡用了三年多的時間 他們提名你可以不要參加 原因是因為 他的費用其實是偏高的 第一年度的入會費 就必須要先繳一個20萬 Oh my god 好囉 這是第一年度的入會費而已喔 那第一年度要不要繳年費 還是要 每年年費是16萬 所以你第一年你只要點頭 然後他也同意你 就是要繳36萬 其實 就36萬沒去這樣 又一台卡丁車沒了 對啊好適合 就是你什麼都還沒做喔 因為其實講真的 這個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然後再者一點是 他其實講的也蠻現實的 送禮不一定會過 所以他是你的黑卡的導師嗎 目前看起來是 引水人引路人的概念 其實當初我辦AE卡也是一個解鎖 因為我辦的是 一般卡的再高一階 叫做 美國一通白金卡 那白金卡就是美額度的嘛 那年費也算是比較高的 那我覺得下一個步驟 黑卡我覺得可以辦辦看啦 這個財力的部分 我稍微問了一下 淨資產現金要 三千萬以上 然後年報稅最少要 六百萬到一千萬 房子的資產金額要 三千萬以上 就是說你可能有貸款 但是貸款你可能買三千 貸兩千八 那你資產金額這多少 兩百 所以這個要求我覺得 好像真的不是泛泛之輩可以 所以我剛剛有點打退堂股 因為我覺得被刷掉的 體力是蠻高的 亞洲區只有固定幾個名而已 所以他必須要各個國家的 提名進去 然後領選 通過才有 那他剛剛有提到說 你辦了黑卡之後 你會有什麼 處置給的嗎 就是你全世界幾乎 各大飯店集團 你都直接升等最高等級 鑽石會員 就是你透過他們訂房 就是保證升等 但是呢 我必須得說 他們的合約的飯店跟計票 不一定是最便宜的 也就是說 提倡這個使用者付費 我很認同 我聽過一個故事 我可以分享給你們 就是比方說我現在想要去法國旅遊 可是法國餐廳我不會訂啊 我不會講法文 我只會夢中 其他那種困難的不會 我們可能就找好時間 地點 然後就請他們的秘書幫我們訂 我們只要時間點人道就好了 那這個秘書可能還幫你推薦說 你去可以選什麼樣什麼樣的餐 餐點推薦的可能都幫你翻譯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接送的問題 然後飯店的溝通的問題 所以這個黑卡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專屬的黑卡秘書 那你有些人 像我有幾張年費的卡 很多人認為 我為什麼辦信用卡要年費 不合理啊 信用卡公司是我給你賺錢的 其實你們要知道信用卡公司其實並沒有賺什麼錢 因為像我們如果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懂事 我們可能用到循環利息 那銀行就賺錢 因為它先幫你墊付這個費用嘛 然後你再慢慢還它 那你就利息備用了 很合理 可是像我們現在可能都是全額清償 它每個月來刷卡多少錢 我就講到多少錢 那銀行有賺錢嗎 它一毛都沒有賺錢 它提供你便利性可是卻沒賺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付費取得 獲得我們的旅遊體驗或用卡體驗 我覺得 我是可以接受的 AE這幾年 還有台灣發展的算蠻不錯的啦 好啊 那你說這個怎麼會脆弄 等一下 你不要喝這個 你就要喝這個 這個你會喝嗎 你懂喝嗎 這次透過環理會呢 得到很多很多的 理喻 就像 我右手邊這個 美國運動一樣 很多人說辦美國運動卡的人 都很白癡啊 浪費錢啊 什麼年費很貴啊 包括我爸媽 他們都不知道這年費這麼多錢 黑卡的部分 我們當時幾經考慮之後啊 我就沒有參加 他的黑卡的提名的申請 為什麼不辦這個黑卡的原因 還是回到 實用性這件事情 因為他付的年費 跟他付的入會費 跟他得到的領域 跟我現在 我需要的東西比較 搭不上 他們需要可能是 maybe10年後的我 或20年後的我 我可能就用得上 因為我到時候 可能是在環遊世界路上 我隨時會需要一些需求 那因為我現在還在 正處於打拼的階段 所以這麼多的高規格 禮遇或禮兵服務 或者是他們所謂的 專人秘書服務 這個部分 我目前還用不到 那我也是不想要為了 得到而去硬做這件事情 那就會超越我的一個能力吧 那我覺得我現在用這張 AE卡的白金卡 就已經算是蠻 蠻好用的了 當然他的 在台灣的普及度 還不是這麼的高 可以刷到地方 或是一些 一些場所的部分 那但是 這個AE卡 我坦白講 我坦白講 讓我得到了 蠻多不一樣的 體驗 包括很多地方的 貴賓室 或者是韓國小姐姐 要搶你們 那個什麼 門票演唱會 我們幫助他去幫我們搶 重點是 他會幫你 為你所做 好 也就是說 你花這個年費 其實我坦白講 我花的蠻值得的 他每年給我的服務 那每年給我的禮遇 我覺得都是OK的 所以我認為 所有的東西 沒有桂魚給你 只有適不適合你 所以AE卡的黑卡 我沒有去辦的原因 是很簡單 因為我現在用不到 然後再來就是 我的入匯費第一年度 就要三十幾萬 加年費 我認真認為 我沒有辦法得到我 三十幾萬 我需要的服務 OK 那以上 就是 AE卡 為什麼 我不辦呢 因為他這個 有帶鈦的材質 這個卡拉起來 就是會讓我覺得很炸實 我就需要 其他部分 我們就是有務實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